預測體質不存在 減錯肥當然受不了 三日榮總減肥菜 只能吃水族的鮪魚罐頭 不但沒有瘦 我還胖了0.5公斤 不要覺得是蛋白質就不會胖 不吃電膨 還會讓體重降不下來 真的好慘耶 秉持的觀念 能站就不要坐 真的站起來 黃小胖這個膩 沒有辦法訓練肌肉 必須要做無氧運動 那我還是坐下來好了 今天晚間九點 媽媽好生 東森超市 三三平大 東森超市